電話騙案不絕 騙徒計假扮內地官員 入境處職員、速遞公司 和電訊公司等等之後 最近再以騙上騙的招數 令市主全家受騙 乖乖奉上金錢 我們一起看看 在電視網一致電視網一致電視 電視網線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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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樣?有沒有水魚相調? 打了整個招,一個都沒有 正常,從來電話騙案的成功率 都不高 那倒是,你說如果被我騙到一個 小則幾萬,隨時幾百萬 甚至過千萬 到時真的有時間去享受 那你們就要加油了 好,繼續 入境事務處通知 今天將限制你出入境 如需查詢原因請案一致 安一致轉入境事務處查詢 我剛剛收到你們通知 說什麼會閒袖我出入境 究竟是什麼事? 是不是有什麼誤會? 沒有… 打轉駁給公安? 我真的什麼都沒有做過 你們相信我吧 你說你的銀行戶口只得百萬 那就不代表之前你沒有協助犯罪集團 花錢 這樣吧 你老老實實交代其他戶口號碼 和密碼 我們要深入調查 調查過之後如果與你無關的話 我們會還你的清白 你說吧 你家裡有什麼人呢? 你一個人在香港,媽媽就在內地 她的財政狀況又如何? 做生意的 那就很大嫌疑了 你繼續說 好 是 我知道了,今天的事要保密 不可以跟別人說 媽媽也不能說,我知道了 好,我等你們電話 她的女生的百萬元已經過來了 百萬元?很快就花光了 要快點找那條水尼而已 不用了,你忘了嗎? 她家裡做生意的,有很多錢的 是呀,那要再切假務官員一次 那又不是呀 之前什麼都不知道,就說假務官員 現在已經有背景資料了 當然要做一個去求綁架 機會來了,健哥,看你的表現 好 資料 喂?我是 要我躲起來不見人? 還不准用任何通訊設備? 連家人都不能聯絡 否則會當我是共犯? 我…那好吧 我是,我是她媽媽 什麼?綁架了我女兒? 五…五百萬贖金? 我哪有這麼多錢? 行…我不報警… 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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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不能夠接聽你的電話 現在不能夠接聽你的電話 請給B.S.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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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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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些錢都準備好了 搞定, 她會按照我們指示 轉去指定的戶口 那Hailey也記住 對, 她過了數以後 儘快轉去第戶口 然後就把現金拿走 當然了, 事情不能回到很久 如果她們一報警, 會見場發水 這次真想不到 賺完她的女兒的錢 還賺了她的媽媽 她竟然相信自己的女兒被人綁架 大腦腦幾百萬送給她花 這次這個假務官員 加上這個虛構綁架 混合版電話騙案, 這麼成功 我們可以享受吧 嘗嘗你的頭, 當然不行 如果我們這樣會助食三賓 繼續打電話吧 Hailey說得對, 繼續打電話吧 請問要留意, 執法官員 是不會在電話又或者網上 要求大家提供自己的 銀行戶口資料和密碼 也不會要求交出款項 以證清白 如果遇到類似的來電 應該再三向相關機構 核實來電者的身份 千萬不要向對方提供 家人的資料 除此之外 大家亦都要多些關心長者 即使沒有時間探望 亦都要多些打電話給他們 提升他們提防受騙 最後, 如果市民有懷疑 可以致電警方的反詐騙協調中心 防騙2 18222熱線查詢 就說了